我觉得男人真的非常容易变形 之前我觉得动物园配色很好看 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情人节配色似乎更好看了 这个情人节配色的狂潮普罗整体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呢细节也非常的多 最关键的它不是用的通用的粉色 而是呢用粉色去做了一些点缀 在一整个TPU的外包上面 这个渐变色真的是做的特别好看 整双鞋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人感觉看着非常舒服 相信这一双狂潮普罗目前穿过实战的朋友还不是特别多 因为目前的一个价格还是居高不下的 毕竟这一双鞋子它是作为欧文目前的一个过渡款 在欧文一代还没正式发售之前 这双鞋子我相信它都不会有太多下降的空间 那么等欧文一代发售之后 我相信这一双鞋子它肯定是会大幅度下降的 我相信所有的欧文球迷应该都会为 接下来下个月要发售的欧文一代而感到期待吧 不过话说回来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一双狂潮普罗欧文喜欢上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确实这一双鞋它的氮气调校回弹性非常的高 而且整个前掌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地的 非常适合欧文本人的一个球鞋喜好 球鞋风格 那么还是希望三月份赶紧到来 让大家能够穿上真正的欧文一代